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铁的裁改案终于真正愿意务实地去接纳 我们立法院以及全民广大的疑虑 至少解决了两大疑虑 第一个是图立财团的疑虑 第二个是落入中资的疑虑 这也是本席为什么不惜占据主席台瘫痪意识 一再杯葛叶部长时代的高铁裁改案 背后最主要的两大原因 所以有关于你们可以提出准国有民营的立方案 对于这一点我愿意给予新的部长跟新的董事长 你们所领导的团队一个肯定 谢谢文 但是本席也稍微带有一种伤感 那就是台湾最大的BOT案 宣告失败 而BOT在台湾彻底的造成信任的危机 因为今天这个裁改案的过关 如果过关 将再度证明BOT在台湾实在是前途多串 BOT这个案在高铁 本席最大的期待 是BOT的经营厂商 必须对于高铁所属地上权 使用的这些土地的开发 赋予全部的责任 而这个设计 为什么高铁会设计在相对偏僻的地带 那是因为整个高铁当初BOT案 整体就是要要求BOT的经营者 他去创造台湾另外一个 西部新市政的巨型带状 也就是我们要在台湾的西部 借由高铁对于你的战区的开发 去发展台湾另外一个新市政的带状 而且是非常巨型的 非常大规模的西部新市政的带状系统 发展出来 而今天BOT的宣告失败 你们在新的采改案里面 把所有土地地上权全部交还给国家的时候 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原始BOT 这一个非常重大的目标 胎死互中宣告死亡 那么未来这些土地落入国有土地的时候 唯一的命运就是拍卖之后 落入一个缺乏完整良好规划的未来 这些国有土地将又落入现在所有国有土地的宿命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可惜 这是本席今天在面对这个案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伤感之所在 本席对于BOT在台湾所受到的污名化 一直觉得力不从心 BOT在全世界 它带动民间参与国家公共建设 它应该要发挥的效率跟效能 在全球是得到肯定的 但是在台湾却一而再而三地被宣告失败 今天高铁的采改 再加上一笔 所以这个是本席在这里一定要表达的 第三 本席认为你们今天的报告显示出 你们今天所拿出来的这一个条件 跟我们要了35年的特许 这个稳定的准国有民营架构 还是有不稳定的危机 你们看一下第七页 我无法接受 你们第七页第三点方案B增资的规划里面 第三行你们说 公司体质健全后 事迹在办理全民事故 换句话说 今天准国有民营在未来会变动哦 不只今天的降价在票价的部分未来会变动 资本结构未来也会变动 基本架构准公有民营的基本架构 所占范公股的百分比 将来会变动 这我无法接受 来部长 是跟委员报告 你知道全民事故是你们的A方案啊 我担心啊 谢谢 因为它会落入假外资 准中资 真中资的手中啊 我可以跟委员报告 这个事迹在事故 那当然一定要有它的条件 那另外我相信要在事故的过程里头 那么委员会里头 所以你们确定要这样做吗 那今天就是诈骗哦 没有啦 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 有没有确定要这样做 我写出来的意思就是说 有没有确定未来还要变A方案啦 来 现阶段里头根本没有这样的考虑 不准思考 本习刚刚已经写了一个提案 公股翻公股 它所占高铁的股权不得转移 我要维持 我给你35年 我要维持准公有民营的基本架构 我要维持它的稳定性 所以我写了这个提案 第二个 到底票价该涨不该涨 我们非常清楚业维金委员 他的正义观 那是我们必须考量的 毕竟高铁是台湾的经济发展的动脉没有错 它确实带动我们的经济发展没有错 它是全民的资产没有错 但是毕竟高铁的消费者仍然是全民当中的小众 其中之一一个群体 所以我们过度的让高铁压抑它的票价 而今天它又有60%的公股翻公股的持分的时候 那是以全民的利益去挹注应该使用者付费的高铁消费族群 这个论述的基本正义观是对的 是对的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要求高铁一定要降价 不准涨价 这一点本席认为我们要维持一个合理的架构 而这个合理的架构是什么 本席当然会认为说国费过度的干预 国会过度的干预也会失去了你们 真正经营上所需的调整跟弹性 所以我会建议 我们等一下来写一个提案 就是未来票价调涨 要经我们立法院备查就好 因为备查如果我们认为无法接受 我们还可以拉下来改审查 但是备查等于是你们只要通知我们一生 你们就可以做 你们先做再通知我们 也给你们谈性 这是兼顾你们经营谈性之所需 跟避免高铁未来产生暴力 产生过度多的暴力 超额的盈余不当的盈余的一个折衷 这我们也应该要考虑 等一下做一个附带的决议 那另外我刚刚讲的 你们到底会不会B案转型变A案 目前准国有民营这样的架构如何维持它的稳定性 从今年开始一直到未来35年的延长特许之后 高铁未来还有53年 我们分成三个阶段 每15年对高铁的财政正义 每15年检讨一次 来这个你们同不同意 这三点 第一点工股 饭工股不得已转 第二点 骗价调长要立愿被查 第三点财政正义 财政的体质 每15年检讨一次 我们尊重了 我们尊重委员的 尊重嘛 所以这三个决议都可以嘛 我们请党团下去 写这三个决议 好不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 我想 35年的特许权的延长 我宣布 这三个决议如果通过 作为附带决议 本席全力支持 我愿意支持 确实是恩怨情仇了这么久 可是 本席可以感觉到 无论是政府的官方 或者是民间 对于目前高铁团队 对高铁的经营品质 其实是予以正面肯定的 所以 当我们可以有准国有民营的时候 特许权的延长 又可以每15年检讨一次的时候 而票价的调长 也可以在立法院被查的时候 公股也不得移转的时候 我认为 我们对于高铁 不图立财团 不落入中资 以及高铁 会有稳定的经营环境 再加上高铁 会有稳定的准国有民营的架构 这四点 都可以得到确保 那我要的就是这四点 准公有民营的架构 要维持稳定 不可落入中资 不可落入 财团 以及 它的经营环境的稳定性 我们信任你们 因为它未来要面对的是 新的站增加了以后 管理上的挑战 以及成本上的增加 它未来会面对很多的风险 譬如说地层下限 可能造成的风险 它未来要面对 我们太旧换新 折旧年线逐渐的延长增加 以后 我们的太旧的换新 它未来也要面对 未来高铁是不是有要转型 成为更高科技的运输系统 它面临未来这么多 这么多的挑战跟责任的时候 我们愿意给它一个 稳定的经营环境 所以这四点 本席觉得 要透过这三个决议 来确保 好不好 部长同意 来 董事长我们困难 没有困难 好 谢谢 好 谢谢管碧林委员的咨询 那请你们把 管碧林委员你有写好了吗 没有 没有 你们自己写一